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毛爽安姐 说到酱油,那是厨房必备的调食品之一 但是用了这么久的酱油,很多人都不会挑选酱油 今天就教大家4个挑选酱油的小技巧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挑选酱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第一,首先看一个酱油的标签 酱油一般分为酿造酱油和配置酱油 我们应该挑选酿造酱油 因为只有纯酿造的酱油呢,吃起来才会有营养 另外再看一下标签的标准号 产品标准号是GB18186 就是符合国家标准,所以放心购买 第二,酱油的优质等级 要看这里,就是氨基酸碳含量 根据这个表格就可以看准了解 氨基酸碳氮不小于0.4克为三级酱油 不小于0.55克为二级酱油 不小于0.7克为一级酱油 不小于0.8克为特级酱油 可以了解氨基酸碳氮含量是越高 那也就说明酱油品质更好 所以看到标签,氨基酸碳氮大于一克 那就是优质酱油,不仅营养,味道也好 第三,就是观察配料表的添加剂 大家都知道添加剂越少,那证明越好 例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配料表中只有水、黄豆、小麦和盐 那如果你看的配料表有果氨酸钠、山梨酸钾、氨酸蜜、柠檬酸钾 那就属于添加剂 不过使用量也是符合国家标准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第四,我们可以摇晃一下酱油 好的酱油摇晃后会起很多泡沫 而且泡沫不易散去 另外摇晃后酱油依然澄清,没有杂质 这样的酱油就是比较好的 那摇晃后泡沫少量又很容易消除,质量就很一般了 我们还可以将酱油倒过来 看酱油底部是否有杂质等纯淀物 那如果有呢,酱油质量就很差 大家平时吃什么牌子酱油呢? 好了,这四个挑选酱油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是不是非常实用呢? 如果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